很震撼,整晚都睡不著 始終自己很喜歡這些小動物 都會將心比心 始終被確定是否瘡鼠的源頭 我覺得這不太公道 對於短時間那麼多小動物 就犧牲了,其實心痛 就像自己家人 面上就 就不會那麼容易說放棄他們 看到社交頻道有很多人說在不同地方都發現有棄樹 網友都很熱心一出新聞都立即說我去幫忙 如果有需要的都會去幫有需要的消毒物 今次是創水會 下次是其他消毒物 作為主人的心都很不舒服